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李宪再度合作国色芳华,李宪称这是最好的安排。 杨子和李宪再度合作,又一次为影迷们带来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这对明星组合将在一部古装大剧中携手演绎,为观众呈现古代牡丹培育文化传承的故事。 据悉,这部名为国色芳华的剧集是一部大女主剧,背景设定在大唐, 以描绘主角和围方在商业领域立足并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为主线, 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充满着历史与悬疑的元素。 这部剧的宣传片段在芒果2024的招商年会上首次亮相, 制作公司华策影视也将其视为一项国家级项目。 导演团队实力强大。 制作精良,预计在山东合则进行实地拍摄, 整个拍摄周期约未五个月, 可以说这是一次庞大而精心策划的制作。 李宪在直播中也透露, 此次合作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的, 相信这对演员将会呈现出最佳状态。 杨子将饰演一个穿越过去的商家之女, 何维芳,以牡丹培育为生。 她的角色身世坎坷, 被迫嫁给朝三暮四, 妻妾成群的丈夫, 并在朋友的帮助下勇敢选择合离, 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商业领域取得了成功。 而李宪则饰演一个默默奉献。 在国家危难之际前新待机的《黄氏晋晨》, 两人在共同奋斗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爱情的火花。 这部剧将通过两位主角的成长历程和爱情故事。 向观众展现古代社会的风貌和商业文化, 让人期待不已。 无疑国色芳华将成为2024年又一部备受期待的古装剧, 相信观众们定将为之着迷。 杨子近期备受瞩目, 不仅因为他的出色演技, 还因为他即将出演一部宫斗大戏方圆。 这部剧将带观众进入宫廷内宅, 揭示女性之间的心思和勾心斗角。 杨子的加盟也引发了对男主和男二的猜测, 名单上分别有陈兴旭、邓卫、杨乐、李云瑞和同梦时。 观众们纷纷讨论, 谁能更好地诠释这些角色呢? 杨子一直以来都以出色的表演和多元的戏录著称, 他在陈情令中的表现被广泛好评, 而他即将接演的方圆也备受期待。 据悉, 这部剧将聚焦于宫廷内宅的情感纠葛, 讲述女主角在命运多舛的环境中艰难奋斗, 最终成功赎回家族产业方圆, 并为其他妇女提供培训和帮助。 杨子将在剧中扮演一位坚强的女性角色, 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魅力。 观众们对他在宫斗剧中的表现充满期待。 同时,关于男主和男二的人选也成为了热议话题。 陈兴旭、邓卫、杨乐等男演员的名字都被提及, 而李云锐和童梦时也被列入了热门人选。 观众们对于谁能更好的演绎这些角色各书己见, 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和建议。 方圆的官宣还未出台, 但已经引发了观众们的热烈讨论。 无论最终的选择是谁, 相信观众们都期待看到一部精彩分成的宫斗剧, 以及杨子和其他演员们的精彩表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